把牛肉和红薯粉条一起煮 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吃过 实在是太厉害了 又鲜美又香 并且还超级的美味 牛肉的话选择牛栏肉 吃起来口感好 先来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尽量切来均匀一点 因为牛栏它带一点肥的 带一点筋 吃起来才香 如果是里脊或者是牛栏的话 吃起来就会很柴 切好的牛肉先下锅焯一下水 来一点葱节姜片料酒 烧开过后把这些浮沫全部都打掉 再煮三分钟等一会儿捞出来冲洗一下 再来准备上一点姜葱蒜 配一下后来载碎 来准备一点八卦 大料 被纸 梳子皮皮 梳子叶叶 干辣椒 干花椒 葱节 姜片 锅略 锅略下98号的菜籽油 先把锅润一下 气成油温的时候下牛肉 用大火给它爆一下 吃起来才会香 并且还不油腻 牛肉全部炒香 把香料也倒进去 一起炒一下 大约煸炒两分钟后 把它倒入高压锅里 炒牛肉的油留在锅里面 来一点四川豆瓣 姜葱蒜末也放下去 营养火锅底料 全部都炒香 炒出颜色过后 加入清水 来一丁点酱油提一点香味 烧开过后转小火 先给它熬煮个十来分钟 把料炸的味道全熬汤里来 再来准备上一点清洗干净的蒜苗 切成这样的可可 老阔的话和叶子分开放 这样切出来也喊蒜苗花灰 熬好过后用一个漏勺 过滤一下渣子 盖上盖子 上漆过后用小火 给它压过十五分钟 粉丁的话我们从中间给它抿断 不然等一会吃的时候 它很长 要搭梯子才吃得到 牛肉压好过后 把它倒回锅里面 汤汤一定要稍微多一点 才好吃 不然粉丁等一会一煮的话 都没汤了 粉丁清洗一下 给它放下去 不需要提前泡 提前泡过的粉丁一煮 它就很容易融 调味一点点糖 鸡精 大约煮四分钟后 先下蒜苗的老扣哈 再来一点醋 增加一个酸香和提鲜 香油 花椒油 再来把蒜苗的叶子倒下去 看起来是不是就食欲萌萌的 这样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牛肉哨子粉条 绝对的巴士的板 爱一点你想海 非常美味的一道粉丁烧牛肉 就做好了 蒸子烧出来的牛肉 特别的软烂 鲜香入味 川味加上味 带着一点味味的辣 粉丁的话也是细嫩又爽滑 总之来说 就是开胃下饭的一道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自己试着去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三个 先吃牛肉 那个吃新菜 不好夹是不是 我测一下 好夹 有点酸辣 有点辣 老板都吃酸辣的 我醋放的不是很多 酸辣的 酸辣的 不是牛肉粉 一人一片 一人一片 你怎么不给奶奶吃 你吃 你吃 我吃 我这给你吃 等一下晚上我又煮呗 虽然说香肠有点贵 但是煮了点 吃得起 可是晚上我吃不到呗 你怎么吃不到 你怎么吃不到 你怎么吃了 你怎么吃 你怎么吃 我吃牛肉 吃粉条可以不可以 可以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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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辣 你觉得 辣就辣不用 你吃了不辣 不辣有点酸 酸味真是没有 我没放多少醋 我没放多少醋 你觉得辣 你觉得辣